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赛开始 这边广东队 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拳 一看来 赵瑞的出货 滑球 现在45度和赵瑞挡开 赵瑞造成了孙彤林的犯规 利用滑球追上两分 但是整个赵瑞这一点还是非常的活跃的 其实他现在也在调整自己 如何在大哥意见连身边去打球 一定 怎么说呢 就是要敢打敢拼 不能说因为有大哥意见连 一些伤病 影响了一些出勤率 但是他对于 看一下赵瑞 停球的位置不太好 能不能对内线的形成了错位 林俊飞第一位打得吸热一个 赵瑞和周鹏都有很好的一个 林俊飞进来了 好手 易见连就在后边瞄着呢 就是你只要敢起 我这个高度是足够 你毕竟要有一个抛物线 往上升的时间 正好易见连盖这个帽 铁球应该是吸热前面的球员犯规了 而且呢新疆队其实在战术练习的时候 一直也在演练第一位中锋的这种策略的进攻 第一届比赛呢最后的两分钟 还是牛角的掩护 底角周鹏 好球 地板稍微有点滑 第一个战术没有成型 看易见连 空位啊 好球 三分命中 获得过总冠军的 起初来看赵瑞的三分球 好球 上来就有表现 这个类球斯隆抛筒 好球赵瑞 这从哪儿穿出来的这么一位 赵瑞 好的 快啊 看赵瑞 漂亮 今天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稳的一个赵瑞 翻身脚头 看篮板球的争夺 赵瑞 前场篮板球补进 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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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四秒钟不打了 那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广东队是123比99 在主场 再胜新疆队 在CBA历史上呢 无论是季后赛BO5还是BO7 从没有出现过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逆转的 准备 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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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瑞